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大多是多云套晴的好天气 高温都在30度以上 但是在傍晚有一道封面南下 占有台湾北部逐渐往南 影响台湾天气开始降雨 在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全台各地都容易出现震雨或是雷雨 而西半部以及东北部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这些地方呢 都是容易有降雨比较明显的状况发生 容易有大雨或者是瞬间的就是短时强降雨 特别是在22日台湾北部西半部地区 南部地区的民众可能要在雨中度过 封面后又有一道东北季风南下影响台湾 周六气温会转为凉爽的天气 南投仁爱心处坚持对低温大约是14度左右 夜晚北部东北部的低温下降16 17度 而白天在北部东北部的高温也只有23 24度左右 是处于整天比较偏凉的心态 中南台湾呢在清晨也是有比较凉意的感觉 在气温方面大概是在17到20度左右 那白天的高温呢也会比最近还要再降个两三度 提醒东北部以及西半部山区的民众多加留意 到了周日降雨趋缓可能会比较闷热 记得而是一顾台北市采访报道